普京相对大家都有一定的了解,他是俄罗斯第二任,第四任总统,曾经也答应过俄罗斯总理一职。 在普京执政期间,俄罗斯可以说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,不仅加强了人民的生活水平,也加强了俄罗斯的军事势力,是俄罗斯国内水平逐渐往上提升。 到了如今,俄罗斯对国际上也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,可以说这一切的功劳,大部分都是归功于普京的。 但是,让人感到奇怪的是,中国有一个人跟普京简直是亲兄弟,他来自中国的安徽省叫做罗元平,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,他的照片包括网络,也被人们称为普京哥。